四川这边是产花椒 产很多这些农作物 其实我觉得可以大力的发展 因为菲律宾本身它是属于东南亚国家 它吃的东西很多也是偏酸偏辣的 很大一部分跟咱们四川这边有点相似 四川就是医药产业 其实也是这一次我感受到一个新兴的产业 因为医药对广大的尤其是14亿中国人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到民生的问题 所以医药产业我想也应该是四川大力发展的 从物流方面来说 甚至是高精尖的一些产业 我觉得肯定都是有合作的契机的 我更希望咱们开展一下旅游项目 因为咱们这个景色非常的美 在韩国的一些青年人来讲 还有华侨中韩旅游项目能够发展起来 这个是咱们可以进一步地去发展 四川的产业我觉得一个是它的文化旅游 这个可能是其他地方没有办法比的 只是它的一个独有的地方 四川这个地方它的中草药这一块资源很丰富 而且这个中药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汇报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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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